你为什么一定要公开他呢 首度医师染疫不公布医院足迹 再追问有没有一路足迹 陈时中皱着眉 臭着脸 给出三秒空气凝结 接下来金句连发更呛 那要在他再回忆什么 脱衣服没有脱好吗 衣服没有脱好吗 可以来比赛一下 我们来附送前三天的一个记录 看谁会漏掉 大家不要继续停留在那里 就是路过去买一个菜 然后就得到了 接人出题反问记者 还呛出要比赛记忆 态度不但民众看不下去 这听来微微动怒的语气 还有点熟悉 你就不用再问了啦 你就不用再问了啦 如果都不要问的话 那你开记者会干嘛呢 你干脆就出来传教就好了 是清律的完全都没有事情 泛蓝的或者是对绿营不利的 通通都有事情 是完全的双标政党 IP双标不是没道理 毕竟全民到现在 那间意愿还是不知道 但清律名嘴先爆料 还仍让插管染疫让人知道 这样没事 反而来因爆料就要调查 有泄漏 我们现在请正锋在调查 我都认为没有恶意嘛 对比基师足迹被公布 祭出铁腕 跟对清律名嘴的和颜悦色 称施中这句话 没有松抱 到底谁相信 那你不敢惹周玉寇嘛 毫无威信可言 选择性的恐吓开罚 你比较熟 所以他可以知道的东西比较正确 所以你就知道他没有恶意 所以他可以随便讲 你连现场劝告周玉寇 不要再多讲这些事情 要讲正确 以后不要再透露都不敢 足迹公布的一套套标准 只有时钟能超越时钟 毕竟颜色对了 一切都好说了 记者蒋红奇林医学院台北报道